初学画画理论知识和绘画技巧 哪个更重要呢 首先你要记住啊 理论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画一幅作品没有理论知识 那你是在画什么呢 就像你读一本书呢 不认识字 你在读啥呢 就是很多同学画画越来越迷茫也就在这 就是因为基础不牢固 一味的无效的去理摩 越画感觉越差 尤其是在学色彩的时候 理论就更显得非常重要 因为你看到一个物体或者说是一幅画 你能很快地判断出它是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在这幅画面中 它是亮还是灰 是偏冷还是偏暖 那为什么是冷色调 什么是暖色调 你在画的时候偏灰的颜色要加什么颜色 偏冷的颜色是要加什么颜色 如何去提高一个颜色的明度 我不是教你在学会去复制颜色 而是希望你们学会运用颜色 把这些都了解了 心里就会有底 然后再去调色 哪怕你调的颜色跟圆画有一些差别 但是颜色放上去依然它的理论是对的 整体画面的话它依然非常和谐 因为整体画面的颜色它就耐看也漂亮呀 要达到这个程度就是要知道一些底层的基础知识理论 为什么我系统课程里边一直要把这些内容讲得很细很细呢 就是在每一堂课程里边我几乎都在讲的不是说什么颜色调什么颜色 到最后是什么颜色到最后画上去不是这 而我是讲什么调什么颜色出来什么颜色 这一块的话它为什么是调这个颜色 它在前边它要偏暖 而且纯度要高 这块颜色跟哪去对比应该它又是什么样子 先把这该掌握的掌握了才能去谈别的东西 其实技法的那些东西如果想学我们都能学会 比如说给物体做一些激励 用碳笔铅笔相结合的画法去塑造排线等等 但是你结构图实构图这些去表现质感如何表现空间等等 这些基本的都不会 即使用了一些技法也只不过是跨涉天足 但无论是技法还是理论我们都不要被这些所说过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去吸收和汲取一些知识 但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去勇于探索和突破 勇于通过画面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认知 这叫画画的杨江画画中有什么不懂的评论区间